字幕連繞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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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比較喜歡那種碰碰的那種 摸他臉嘛 然後就感覺得它這個是 可愛可愛型的 身材算是那種 有點健康寶寶系的那種 我覺得真的是恩典啊 你看幾十億的人 就你們幾個看不見 這不是一種恩典嗎 你又選一隻還是帶走 呃帶走 帶走齁 要幾個 我 呃四個四杯 四個嗎 對 那總共一百八哈 一百八好 好阿姨兩百塊給你找 好我說你兩百哈 二十塊給你找 好二十 好這是十塊 這三個一樣 OK所以證明阿姨是拿對的 謝謝阿姨 好謝謝喔謝謝阿姨 謝謝阿姨好 好掰掰 太熱太熱太熱 這樣碗應該夠深 這樣應該都會吃到料 不錯阿這一家的 這是我選的呢 藝人 西米露 我是說冰啦 冰好吃 不是說你選的好吃 乾杯乾杯 乾杯 乾嘛乾杯 謝謝阿 謝謝宇豪夫 謝謝 買賓和家人分享 對一般人來說 可能再平常不過 但對朱宇豪而言 卻是一項超級任務 他其實是會怕踢到別人或是半倒 不過他很高興他能去買東西 然後可以去 其實他是很喜歡吃的人 他居然可以去買到他喜歡吃的東西 不用叫我們去 我覺得他自己也很喜歡 一般來講 其實應該是大概走了大概四五次才可以 自己比較可以出去買東西 但是我走了一兩次 那我媽媽就叫我自己一個人去買東西 我覺得也是一個蠻棒的經驗 雖然他讓我 雖然媽媽讓我自己出去 可是我覺得他背後的意義是說 其實讓我出去之餘 那有時候在外面的一些 跟人家的互動啊 開口求助的這個技巧 也可以運用得上 宇豪出生剛滿月 父母就發現他的雙眼無法聚焦 經過檢查 確認是視網膜病變 沒有感光細胞 醫生宣判 終身全盲 這個消息 讓宇豪的父母震撼了好久 那雖然是很心情很沮喪 但是呢也藉由 比如說跟媽媽兩個人啊 然後去做一些心靈的課程啊 然後再帶他去接觸一些 跟他周遭情況一樣的人啊 像這樣子 其實很多 比我們有更慘的一個情況 那這種心情就是慢慢慢慢就會調適了 對啊 好 然後後續的話呢 就是努力 然後讓他成長嘛 欸媽 我要做橙色蛋喔 好 那你先打蛋 去吧 所以我大概輕輕的 這道菜誰教你 這個我媽媽教的 好 因為很簡單 就是蛋弄一弄就好了 好 一手扶著他 對 壓扁就可以了 好 除了獨自出外買東西 媽媽還訓練宇豪下廚做菜 一個簡單的三色蛋 蘊涵著媽媽對宇豪獨立生活的期盼 好 媽媽你當初為什麼想要教他煮三色蛋 自己煮比較安全啊 也可以買外面啊 但是他自己想吃就自己煮 欸 就是看我這個三色蛋 就是我今天自己做的 我的手藝 進步不少 蛋不錯 不錯 不錯 如果我的跟奶奶的比的話 你的比較 奶奶的比較乾 你的比較濕 你的比較濕 還有水分 他蠻樂觀的 個性蠻樂觀的 那做父母親了 心裡就比較安慰一點啊 是這樣子啦 那我是覺得說 反正他就是一個正常人 來這樣子看待就對了 只是說他生活有點不太方便 我們只有感覺這個樣子 宇豪還是個學生 平常住校 週日離家前 他忙著整理行李 在衣服的扣子上 我們發現了 媽媽的用心 你的那個襪子好像 顏色其實不一樣 對對對 所以每一個不一樣的扣子 都不一樣嗎 恩 因為我們媽媽她說 有扣子的就是直接對 有扣子的 可是你的扣子其實是不一樣的 只要是好像都扣子的話 就是應該是可以配的 好 這樣襪子就分完了 這個是紅色的 然後呢 因為 喝123 5 然後 123 4 6 對 喝翁沒有聲調 所以紅色 然後因為我電腦裡面 會有一個時尚靈異級 什麼顏色不能配什麼 能掛 這樣子我就可以 橘色褲子 好 橘色 所以我等一下褲子絕對不可以挑 橘色 羽豪你剛剛開那個密集 告訴你哪些東西不能搭哪些 橘色褲子不能搭紅色衣服 所以這件是橘色 就不能搭紅色 那 其他其實都可以 這個是藍色的 因為剛剛橘色不能配 所以我現在找 一個 其他顏色 然後我想 配藍色好了 所以我就拿 藍色 我怎麼知道你拿的是藍色褲子 因為 14點 然後 安 1236 所以是藍色 明天是我 我們那個畢業才藝秀 就是如果畢業生 他們覺得他們自己有才藝 他們就可以來幫忙 好 所以我們今天 羽豪行動的好幫手 除了盲人手帳 還有這張特製的公車板 陡大的字體 簡單的板子 承載的是父母反覆打造下 滿滿的親情 幫羽豪做這張牌子是怎麼做的 當初的話就是要訓練他自己能夠到文藻馬 那 剛開始的時候呢 是弄了一個很大的 後來方便 還用一根那個桿子這樣子 後來他覺得拿的不方便 然後一直在改良 然後問公車司機 看得到看不到 剛剛這個感覺 應該都看過了啦 對 因為他們都走的都是固定路線這樣子 然後你怎麼知道你拿的這張牌子是倒文藻 還是到家裡 因為媽媽有在每個牌子的下面做一個點子 他這邊有點字倒文藻 比如說我要去文藻 我就把倒文藻這個牌子貼到這個板子上面 可以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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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謝謝 拜拜 拜拜 到學校上車或跟加車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些什麼 這個是可以教你的 嗯 爸爸還有定向老師有教過我 比如說 像剛剛 我可以聽開門的聲音 噗 去知道門在哪裡 就可以上去 然後 像下車的話 我會拿手這樣 去測說這個樓梯可不可以走 就是說 是不是 我等一下走會不會跌倒 就是我先測它的高度距離 這樣我走 比較不會危險 直接可以幫我學 好 謝謝 謝謝 剛到學校時 羽豪花了很長的時間熟悉環境 現在 他拼著手杖 就能夠在各系館間自由穿梭 這是歷經無數次的跌跌撞撞後 累積而來的成果 因為我習慣都是要走直直的 沒有說 像剛剛那種一直彎一直彎一直彎 所以常常有時候 因為我 然後有時候習慣我走路會走得太快 就會去撞到這個柱子 整個頭會撞到這個柱子 會很痛 沒有流血過的嗎 是沒有流血過 是頭啊 然後有時候鼻子撞到腫起來這樣子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專有名字 叫做多元性別 他的一個代表性 是屬於這樣的一個團體 可是這個團體 他從這個七個字母當中 代表有七種不同的人群 那有沒有人要猜在他後面 SQQ又是什麼 羽豪使用的第一台電腦 是爸爸特別打造的 一邊觸摸點字 一邊專心聽講 為了讀書 羽豪比其他同學更花心思 我會事前就是跟老師 拿他的PPT的電子檔 那我會先請資源教師這邊 把它用成文字檔或Word檔 因為PPT我們電腦比較不方便看 所以會請資源教師變成Word檔 那這樣子我上課 也可以摸著那個檔 然後去follow老師的進度 偷摸不透 羽豪很慎用時間 他一邊泡著襪子 一邊復習功課 當我們好奇他的成績 如何名列前茅時 張健的指尖給了答案 他不是用眼鏡來看世界 他是用心來感受這個世界 其實跟我們來說 我們可以用看的 可是他是用摸來點的 那想必他花更多時間來讀書 或是來準備他的課業 好 然後再聞 嗯 沒有味道 所以 證明就是我洗乾淨 剛開始適應宿舍生活的時候 我媽媽之前帶我認識一下 賽衣場的位置啊 那那時候我的室友 除了Wandy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印尼的室友 劉樂仁 那他們兩個有時候也會幫我 比如說我可能東西找不到啊 然後都會告訴我 用我的手去摸 或者是帶著我走過一遍 然後讓我去記住那個東西的位置 OK 今天表演如何 不錯耶 OK 幫忙忙一下 OK 舒服嗎 舒服嗎 幫你處理一下 就這樣那年 雨豪多了一位來自印尼的僑生室友 曾威文 雨豪都叫他Wandy 他們不只是互相打氣的好夥伴 Wandy更是雨豪的眼睛 然後每天就是如果很晚回去宿舍 然後有時候我到雨豪好累 之類之類 就是功課很多 報告很多 有時候以後就是會說 對 有時候會很累 但是不要這樣不快樂的過程 他都會一直鼓勵我 他如果碰到事情的話 我有時候跟他聊聊天 他會很正面的跟我 就是給一個Solution 我今天沒有做 我今天是戴帽子 對 對 那給我戴帽子 今天嗎 來個颱風 你覺得明天我用什麼頭比較好 明天 看看 你看到了雨豪之後 什麼時候幫你叫他發頭髮 有 特別的日子是禮拜五 每禮拜五一定會做 不行 禮拜五 應該我穿可以用那個 就是不用穿制服 對 他們可以用蝙蝠 雖然看不到 可是別人一定都看得到 所以就靠他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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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著肩膀跟著汪迪的腳步 雖然看不到 雨豪還是可以運動跑步 因為在前方引領雨豪的 是一雙他最信賴的眼睛 你們這樣子跑超長幾年的時間 你們這樣子跑超長幾年的時間 比較長是我們三四年級的時候已經開始 對 所以到現在是幾年 現在四年級剛好是幾年 幾年比較多運的 像我跟萬迪跑完之後還會再練一些肌肉的部分 比如說做一些伏地挺身啊 或者是仰臥脊肌肉 就稍微練習一下手臂啊 胸肌腹肌這樣 在宿舍裡面嗎 沒有就是在操場 那時候跑完就是在這邊做伏地挺身啊 腹肌 做一些簡單的肌肉訓練 有像那個伏地挺身 伏地挺身嗎 對 十下 十下 可以 你一點一點 手蜜 這樣子嗎 這樣子 慢慢慢慢 有沒有感覺到肌肉很痠嗎 有那個手很痠 因為以前我不愛運動 然後就覺得說運動都沒有辦法陪我 然後現在因為有彎底可以陪我運動 我就覺得運動其實是很有趣的 身體 萬里這雙眼很好 因為有這雙眼 所以我可以 就打開我的運動細胞 讓我運動細胞可以更活躍這樣 所以蠻感謝他的啊 如果沒有他 我看我現在其實身體 也沒有那麼好 很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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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會愛上你 不該讓自己搞得太近 想念只讓自己苦了自己 愛上你是我緊非的你 爱上你是火轻飞的意义 奶奶最喜欢的是星团鸟了 爱妮你好 你好我在这边 我是豪哥 宇豪的社团活动十分的精彩 在这里他认识了朋友 也发现自己更多的可能 宇豪会弹吉他 会唱歌 会主持 也会搞笑 但最有魅力的 还是他的勇气与真诚 我第一次看到他是 就是在学校的一个表演 然后来在那个四年级的时候 就是宇豪参加我们儿童服务社 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我是他的面试官 所以就是从那一次面试当中 就是对他有一些了解 然后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热忱的一个人 对然后之后我们就一起去台南 帮小朋友带那个营队这样子 我去营队两天都发现这些事情 我都不能做 那后来第三天我发现这样子不对了 我觉得我应该要突破自己 去听的声音去寻找各个小队的位置 然后去带小朋友分享 但这也是我唯一能贡献给这个营队的 所以那一次的经验让我知道 哇原来我有这样的潜力 才发现原来我不只是会唱歌 原来我也可以带分享会 或者是跟小朋友聊聊天 可以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然后带心得 北极熊在冰上捉到一 嗨婷婷婷婷 嗨 我看谁来了 你知道是谁来了吗 我们远豪哥哥来啰 嗨 你记不记得我婷婷 记得啊 上次我们是不是在警察广播电台见过面 对 你看我哥哥哥今天带了一个礼物要送给你 先不拆开 先摸摸看 你看 我先坐下来哈 小天来你的手借我一下哈 好 这是鬼机轮 这个轮子就是可以在纸上 画出那个形状 那现在哥哥教你 高 很好吃 转过来 好 因为你这边不好 转哥哥帮你转就好了 你看 画一个 这样子 记得这个轮子一定要立起来 不可以让它这样倒下去 小学一年级的王云婷 是个全盲的女孩 曾经也坐在这个位子的雨豪 今天为小婷带来辅助盲生画画的教具 而在小婷的心目中 雨豪哥哥不仅是个温柔的声音 也是他对自己未来的想望 宽 以前会觉得说服务 好像要有形的服务 一定要给出什么东西 给出什么食指的 可是后来我发现一句话 一首歌 就可以感动一个人 这种被服务的感觉 也是可以永恒记在心里面 那不会消失的 小海豹说 什么叫小海豹 你知道它是路上的呢 还是海上的呢 海上的 欸 有海对不对 对 我觉得对我的人际关系来讲 所以到现在我觉得有很多事情 我有很大的突破 那也很多 一般人可能认为 没有办法做的事情 他们现在都可以 他们现在都 欸 也都会让我尝试看看 谢谢 我觉得我很适合 所以以后我想朝这个方向去 大突破 做以前不可能做的事情 做以前不可能做的事情 欸 郝哥 我待会儿去见 正妹啊 我跟你讲 要不要去 正妹 不错呢 我最喜欢认识新朋友了 我想我的桃花油逛了 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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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 今年宇豪就要毕业了 在毕业演出活动中 他不但是主持人 也是表演者 更演唱自己创作的动人歌曲 感染全场气氛 大家好 我们是VVG主持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这首看不见的眼泪 我最寂寞的时候 陪在我身边 别人身影 是我感到很感觉 整天难排了 我们要相见 我想要继续盼歇 但是总有一天你会抱歉 没有必要问我道歉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 看不见也是一朝万天 看不见你的眉 看不见你的眼泪 听不得了你的心情 我无法体会 上天你握着双眼 你不是个缺陷 是我的勇敢的活下去 你会抱歉 因为我聊的都是 还不见的眼泪 我想感谢妈妈 把我生出来的时候是全忙 因为如果今天 我是一般的孩子的话 也许我今天也没有这么棒的 这么棒的人生体验 我觉得我家人因为有 这三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所以可以让我今天 成长到现在 然后呢 让我非常的健康 每天我都觉得非常的开心 而且非常的乐观 谢谢你们 谢谢 从男孩有一点难 我的泪滚着汗水随风干 我的心不平凡 错着让我更坚强 因为我的名字 更勇敢 期视频 晚上